虾仙子的身体如何了? 昨日还是老样子? 太医怎么说? 虾仙子只是试睡而已 太医那里尚无定论 只是说有可能是优思成疾 具体什么是后号? 还得看虾仙子自己 优思成疾? 他有什么好优思的? 难道他比振义需要优思的事情还要多? 据说那日 虾仙子和鼠王有一番交谈 两人最后似乎不欢而散 鼠王? 若说是单单因为鼠王 倒是不太像他的性子 怕是还有其他什么原因 不过啊 李贤这些日子 的确是有些不太安生 难道他就巴不得朕早死吗? 你替朕去看看他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秦相 本王现在到底应该怎么做? 皇后没有为陛下诞下皇子 燕妃同样只有寿宁公主一个女儿 晋王年幼 难以担当大任 殿下乃是崔贵妃所出 陛下长子 于情于礼 太子理应是殿下的 所以殿下什么也不需要做 只要耐心地等待即可 真不知道父皇心理是怎么想的 殿下慎言 就算您是皇子 也不要擅自揣摩圣意 这更不是您应该说的话 是 秦相教训的是 是本王莽撞了 这不是在秦相面前吗? 殿是在老夫面前也不该说 是 是 秦相可是他最粗的一条大腿 蜀王在他面前不敢摆王爷架子 只能连连点头 片刻之后 看着蜀王走出大堂 秦相从椅子上站起来 走到门口 悠悠地叹了一口气 此时此刻 他不由地再次怀疑自己的坚守 组织虽然不可为 但是将景国大好江山交给这样一个人 真的能行吗? 听说那下人被殿下下病了 那日我去面见父皇的时候 从太医口中听说了此事 本王只是问了他几句话 谁想到他居然如此胆小 看来之前倒是高看了他 你若是想要动他 最好先忍些时日 父皇不知怎的对他颇为看重 等到日后 以你的手段 怕是想怎么玩都行 秦渝知道蜀王所说的日后是什么时候 不过 每每想起来那两日所受的屈辱 都恨不得将他千刀万剐 他真的等不到那个时候 你们家结爷呢 相公刚出去不久 请问您是谁 找他有何事 他的病 他的病好了 已经没什么大碍了 肯定没事了呀 我嘴都肿了 说话都难受 既然如此 老夫告辞 这老者的声音如此阴柔 只能是宫里面的人了 相公说的果然没错 宦官里面出高手 那老者刚才站在院子里 即便是在我看来 也没有丝毫破绽可言 竟会如此 我只知道两位柳性女子武功都十分不俗 没想到瞎人的娘子竟然厉害到了这种程度 下次也宝宝了 什么 虚左能乎 是我的错觉吗 怎么有个小老鼠过了这里啊 刚才没吓到他吧 怎么 今日的饭菜不合口味 陛下误会了 只不过是臣这几日生了一场大病 到现在还未痊愈 胃口不加罢了 朕听太医说你是忧思过度 不妨和朕说说 你有什么忧思的事情 或许朕能帮得上什么忙 不敢劳烦陛下 臣只是一些心结未解 在家中大睡了几天 现在已经好多了 朕曾经和你说过 对你指风诀 不加官 都说君无戏言 可朕现在是真的有些反悔了 朕的时间不多了 他的话语里有深深的不甘和无奈 瞎人没有接话 一个英明的君主 当然希望多活几年 多看看眼前这片在他手中 变得越发富强的江山 然而有些事情 即便是他是受命于天的君王 也依旧逃不掉 兵部左侍郎前些日子辞官告老 朕欲让你接替这个位置 不知你意下如何 臣谢陛下恩典 然臣身体有急 恐怕难以当此重任 怕是会有负陛下期望 还望陛下收回成命 朕记得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是在宁王府的花园里吧 那个时候 朕就知道你胸中有沟壑 只是性子懒散 无心是土 本欲让你在官场上打磨几年 便召你回京 唯一以重任 可你即便是远在庆安府 却仍然为朕 为这个国家做了那么多的事情 可这性子 反倒变得越发疲烂 人活一世 总要追求些什么东西 瞎人 你到底想要什么 钱财 还是权力 这些朕全都可以给你 朕的时间真的不多了 以后的天下是你们的天下 朕知你胸中有大才能 朕也不愿委屈于你 现在 你告诉朕你到底想要什么 陛下给了臣很多了 臣已心满意足 别无他求 陛下 早朝的时间到了 陛下 臣告退 陛下如此抬举 这小家伙却如此推三阻四 一模才看 陛下只需下一道旨意 这兵不使狼 他当也得当 不当也得当 他怕是已经生了区义了 区义 去哪里 蜀王无能 朕得众位皇子 更是无一可堪大用 若他们能有瞎限子一半的胆士 朕又何愁此事 明珠 明珠若为难而身 哪怕 哪怕他 常得再次闭口不言 今月的天气沉闷 头顶的天空上卷积着 蒙蒙的黑云 怕是要有一场大雨了 某处宫殿的石阶上 小姑娘怀里抱着布偶坐在那里 眼睛直勾勾地望着某个方向 不知过了多久 某一个时刻 当一道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他的视线中时 他的眼中忽然焕发出一道神采 从石阶上站起来 向远处小跑而去 就在蜀王心中欲竭无法发泄之时 一道小小的影子从前方跑了过来 蜀王抬头望了一眼 认出了那是他同父异母的一位妹妹 唯一一位吃傻的妹妹 似乎是因为跑得太快 小女孩脚下不小心绊了一下 整个人扑倒在地上 手中的玩偶也飞了出去 还 还我 听说虾仁十分喜爱这位永宁公主 嘿嘿嘿 身为成年皇子 居然如此对一个小姑娘 难怪陛下一直不肯将皇位传给她 陛下声明啊 还我 把我的美羊羊还给我 美羊羊 小仙子 这是要去哪里啊 我去你大爷的 小仙子 快住手 不能打蜀王殿下 死 我要你们都死 放心 你不会有这个机会的 仙人 住手 是蜀王 司聪兄 我来助你一臂之力 惨无人道的叫声很快就吸引了下朝百官的注意 当他们循着声音传来的方向 看到早上还见过的那位虾仙子 对躺在地上的一个不明物体拳打脚踢的时候 差点惊掉了下巴 光天化日之下 当着朝中百官的面 竟敢在皇宫行凶 简直是无法无天 等等 虾仙子身边那人是谁 好像是经济道监察室 宁王世子李轩 站在旁边观战的好像是长公主殿下 躺在地上哪个丑八怪好眼熟啊 这是 这是 蜀王殿下 看 快传太医 把虾仙子和李轩世子抓起来 这么紧张干什么 我们又不会跑掉 吹 是蜀王殿下 虾仙子和李轩世子刚才围殴的人 居然是蜀王殿下 陛下刚刚睡下 有什么事情 等陛下醒来再说 我们真是有十万伙计的事情 反请通禀陛下 闭嘴 常总管 发生了什么事情 说 回常总管 长安县子虾仁和李轩世子 刚才在宫中围殴蜀王殿下 蜀王殿下身受重伤 现已被送去太医署 我们现已将虾仙子和世子殿下拿下 等候陛下处置 你说什么 再说一遍 今日朝堂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让你如此高兴 此言当真 当真 真的不能再真了 这可是他自己找死 怪不得我们 我马上就写谈和奏章 众目睽睽之下 百官可是都看到了 这一次 就算是陛下也护不了他 紫爵府 老方坐在门口的石阶上正准备用纸巾 道路尽头忽然传来了马蹄的声音 看到一匹快马向这边急驰而来 大小姐 大事不好了 陛下 您可一定要为贤儿做主啊 我可怜的贤儿 差点就被他活活打死 那瞎人一定要用命来尝 还有 还有那里轩 也不能轻饶了他 卫美 在事情还没有调查清楚之前 您还是先冷静一些吧 我怎么冷静 我怎么能冷静 我的贤儿都变成那样了 皇后娘娘要我怎么冷静 都别说话了 蜀王怎么样了 回陛下 蜀王殿下的鼻梁骨断了 肋骨也断了三根 全身多处于伤 但好在没有生命危险 臣已经为蜀王殿下揭好了骨头 若是想要痊愈 怕是还要好好地休养树月才行 事情调查得怎么样了 事情调查得怎么样了 让他们进来 奴才参加陛下 参加皇后娘娘 贵妃娘娘 起来吧 把你刚才看到的一五一十的说出来 不须有丝毫的隐瞒 宦官当即便将自己看到的 所有经过一五一十的详细描述了出来 包括蜀王在路上 小声嘀咕紧地的那几句话都没有遗漏 听到这名宦官说是蜀王先欺辱永宁公主时 崔贵妃的脸色一变 一派胡言 欺负永宁公主 嫌儿怎么可能是这样的人 你们好大的胆子 竟敢欺瞒陛下 欺瞒本宫 你们不要脑袋了吗 陛下 娘娘 奴才所言 屈居属实 若有一句许言 让奴才天打五雷空 不得好思 继续说下去 宦官领命 将蜀王如何欺负永宁公主 以及虾线子如何突然发疯的事情说了出来 直到他们上前制止 被虾线子打晕 之后的事情就不知道了 身为成年皇子 居然欺负一个六岁的小姑娘 妹妹你交的好儿子 即便是贤儿有错在先 也该由陛下来责罚 那虾人是个什么东西 居然以下犯上 实在是罪该万死 突然发疯 陛下 臣有话说 嗯 在这之前 可否容许臣问他们一个问题 嗯 虾线子是何时发疯的 奴才记得 当时宿王殿下将用宁公主的布偶 踢进了荷花池 小公主哭着说 还我 把我弟妹羊羊还给我 虾线子在听到这句话之后 就突然发疯了 显示一拳砸在鼠王脸上 然后 陛下 臣已经问完了 难道这和虾线子的发疯有关系 陛下英明 启禀陛下 据微臣猜测 虾线子应该是画了一种罕见的意证 平日里并无表现 但若是受到某些特殊的刺激 则会立刻失去神志 做出一些极度疯狂的事情 陛下应该知道 虾线子前些日子深染重疾 臣奉陛下之命前去子爵府 为虾线子诊治 那个时候 臣便发现了一些端倪 只是还不敢确定 现在看来 小公主那句话里 应该就有能够刺激到虾线子的东西 美羊羊 陛下 他是在为那虾人脱罪 这世上哪有这样的病症 此病症虽然罕见 但在医书之中 也有不少记载 陛下和娘娘若是怀疑 可以派人去查看 来人将那美羊羊 给朕带过来 陛下 就算那虾人是因为发了一证 也不能轻饶 还有那里轩 贤儿又哪里得罪过他 让他下如此重手 永乐公主更是就在一旁看着 未曾阻拦 他们 他们全都是在针对贤儿 这背后一定有什么阴谋 陛下要彻查此事啊 此事朕自会攻断 蜀王这些日子便留在宫中静养 派一名太医随身候着 随贵妃也先回去等着吧 其他人随我去勤政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